恭喜大家 恭喜 恭喜啊 新年好 好的各位 再歡迎一下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的是 蓮花樂智上司 你好 再來我們歡迎的是 蓮海上司 大家好 新年恭喜 我們再來歡迎 九孔 恭喜大家 大過年了 要先講幾句吉祥話對不對 喜氣來臨真百福 極心高到那千祥 好耶 今天真的是很有福分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就要注意了 您現在看我們節目對不對 如果你有什麼親朋好友 現在可能昨天打麻將一個晚上 都還在睡覺的話 趕快把他叫起床 趕快現在轉到我們這個頻道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現場有一個寶啊 這個是設立子啊 哎呀 你這樣一講我真的有一個很大的surprise 怎麼說 想不到以我們這種身份 在我們有生之年 竟然能夠看到設立子 而且對不對 我們以前看到人家什麼設立子的展覽 在某個場地 然後大家排長龍 一個晚上都不回家了 就是為了頂禮那個設立子 我們今天能夠把他請到現場來 第一次看到 我上次想去看的時候還擠不進去 你看多沒有福報 哈哈哈哈 而且這個設立子 其中之一的設立子 還是皇財神的設立子 對不對 大過年的 是不是聽到財 財是春朝帶雨來 嘿呀 找你來就對了 哈哈哈 好 那這個淵源呢 我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先 先請連海上 上次 好不好 設立子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樣的讚嘆 設立子到底是什麼 好 設立子呢 他是由戒定慧 所熏修而成 好 那麼一般我們又稱為佛谷 好 是這樣 那麼設立子呢 就是說 一般來講有那個 呃 全身設立 就像以前 比如說六十大師這樣 好 比如像這個 分身散那個設立 那個設立 就像那個斯加茉莉歐過世之後 哇 他有八萬四千戶的 設立子 種種 嗯 還有呢就是這個 法身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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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呃 由這個法身 自信法身 然後他自由任運呢 所生出來的 他可以以任何形狀出來 他可以以設立子 以金書 以任何任何東西都可以 真的啊 就是說他不一定要是像一個 一顆這樣子 對 像所有的金書也都是斯加茉莉歐的法身設立 哦 真的哦 是這樣的 好有學問 我聽人家說那個設立啊 可以防身 還可以治百病 哦 真的嗎 是不是 然後有金剛護體 那我們是這輩子不可能有設立的 我們最多是骨刺而已 哈哈哈 不過我們這個今天啊 非常感謝樂智上師對不對 您是不是告訴我們 這今天請來的這兩個設立 他的不同的淵源是什麼 那這樣我先介紹法王的設立 法王的設立 那麼師尊在去年來到一致同修會 對 那麼在師尊一進來的時候就 從地上就產生了設立子 是 那是聯姓法師撿到第一顆 嗯 那麼再來師尊上法王座以後 我們再隔兩天三天的時候 嗯 那麼聯姓法師在那個師尊的法王座 因為整理嘛 嗯 哎 怎麼會兩顆設立子在那裡 嗯 那起源是這樣 那多像綠豆那麼大 嗯 那這中間還有生好幾顆法身設立 就是母設立 還可以生 生好幾顆的小設立 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 那是 哇 那真的是太 就人家以為是變魔術對不對 你聽 你有聽過這種事嗎 母設立還可以生小設立 我沒有 我沒有 你今天第一次聽到 我今天聽到 所以你看我平常話很多的 我今天都在那邊好好的聆聽 上師的教誨 這是連身活佛 他人還不像剛剛連海上師講的 他並沒有元吉 對 有些元吉是元吉 既然你講出來我就 你不敢 我就我不敢講 因為我想說 基本上設立子在我們的觀念當中 都是這個上師 大師 國話之後 元吉之後 他產生了一些這個靈氣的東西 對 保護 對 可是問題是 我第一次就去聽到就是說 原來他連空氣接觸都可以有 對 所以這個設立子 他的代表性 就是說 他第一代表法的真 那麼也代表說 法王他自己本身的成就的真 他所修辭的 所講的都是真 所以他會從他的空性裡面顯現 這個就是因緣俱足嘛 對 所以很多人在問說 為什麼這個設立子不是要火化才有 怎麼突然間會有 這個就是空性 他代表法生的空性 所有的法都是由空性而出現 所以這個也代表一種成就 就證明 就是一個證明 聽說您那時候 得到這樣子的設立子之後 您還打電話 岳陽打電話去西雅圖求證師尊嗎 有跟師母師尊報告 那後來師尊也證實 這確實是法生設立沒有錯 而且是師尊的 是他的設立 那麼有一件事比較好笑 師尊 剛好跟師母在聊 那麼師尊就問說什麼師 那師母就想說 他們在問說這個設立子 是真還是假 大登的這個師姐他就問 那時候在問嘛 對 那結果師尊就想 當然是我的 我連洗澡都會掉出設立子 你說是不是 是不是很想對不對 我真的很想 很想要在 站在我們師尊家門口的水管去接 他那個水都比我自己那個乾淨的水還那個 我們這個洗完澡之後只有山而已 沖澡都可以沖下很多設立子 照理想 我們今天對不對 現場看到的對不對 我們請到現場來就是剛剛 這是一種很大價值 上師拿的照片 這個大的這個設立塔呢 這個是師尊的對不對 對 曾經有過一個國王 那麼他為了證明說你們佛教講的是真實 那時候有分外道跟佛教嘛 那麼佛王就說好 那你既然說設立子 那他就用一個東西把它覆蓋 那覆蓋處就是說 那你就讓他裡面能夠長設立子出來 所以那個法師他也是經過修法祈禱以後 事實上奇蹟也是出現 從那個空的東西一打開 裡面真的長出設立子 代表佛法他是真實的 所以這個是蠻特別的一個過法 那像剛剛九孔 他講說可以治病啊 沒有錯 可以去求什麼 你剛剛說設立子可以 金剛護體保平安 保平安 他可以讓我們化解很多不必要的災難 包括人家跟你降股啦 跟你施些烏法啦 不好的東西 或是說你家裡的風水 磁場各方面不好 其實設立子是非常祥和的 那麼在佛經裡面來講 見設立如見佛 而且二十四小時 天龍八部龍天護法守護設立子 哇 這是這一個設立塔 那旁邊的這個也是設立子 那這一個是皇財神 這個就是皇財神的 對是什麼姻緣 這個也經過根本上是 連身佛佛認證了 認可過 那麼這設立子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們在今年的六月二十三號 那剛好我做這個皇財神法會 那麼皇財神我們是有準備米盤 但米盤裡面是沒有放任何東西 除了放鈔票以外 對對對 那我在就是說我們胸懷以後 那麼皇財神是說 你用什麼心來供養他 他就用什麼最大的價值給你 因為他是最有錢的 他能夠刺入所有的眾生 那麼法會完以後呢 我們在清那個米盤的時候 那聯繫華師就看到裡面 怎麼有這個東西 他說上次你是不是有放東西 我說沒有啊 只有米而已 他說那怎麼會有這個 我一看哇 這是設立子怎麼會有這個 但是那時候我們是知道 但是我們又沒辦法要講 那只要請根本上司 這次師尊回來就剛好跟師尊報告 那師尊一看沒有錯 這是設立子 而且顏色好特別 顏色是綠色的 那剛好他出現的 出現的 的樹木 跟我們修皇財神的樹木是一樣 第一他要五方火加持 對 那麼我們手球就是代表寶布 這綠色代表寶布 就是你所求的願望能夠達成 財寶 所以他裡面會有這個 五個顏色的 綠色的 那麼紅色代表 中央 黃財神本尊 就是在加持裡面 那所以就產生 而且他有一顆還要快生的感覺 裡面還有一顆快生的感覺 哇 很神奇 所以我說吧 今天來參加節目的 還有在電視機前面收看我們節目的 不要以為我們是什麼第四台 正在賣什麼 看到我們節目你就知道 這個是無中生有的 對 我不是在賣什麼東西 不是叫你現在打電話進來 我們就 幾個人這個多少錢 就是當末年看到這一集的話 真的是Hockey啦 Hockey啦 沒有說是Hockey 而且 顏色是這麼的特別 五個 五顆 現在今天我們請來的是 對 黃財神的五顆 那還有這個 世尊的法生設立 裡面這一顆咖啡色的 我是不好意思在講啦 不好意思 其實他也是法生設立 他是地藏王菩薩的 地藏王菩薩的 就這麼一顆 是同一天法會生出來的嗎 不是 是另外的 另外的 所以今天也一起帶來了 對對對 又是這個空性來講 他有很大的吉祥 其實你今天見到這個法生設立 你等同加持 如見佛本尊是沒有兩樣的 對 我現在覺得頭熱熱的 很大的加持 所以為什麼前一陣子 大家在吵說連生活佛是真佛還是假佛 請問要是你的話你要怎麼說 其實我記得我在父親過世的時候 很久很久以前 然後台歌就帶我去 那是我第一次接觸那樣子 我記得好像是不是有講過一句話 說我們本身很富有 我們才有這個能力幫助別人嘛 我們散車還要叫鬼下去 那怎麼幫助人家 對不對 那我聽進去了 我覺得本來就是這樣子 他不但 生活各方面 很好 而且心地也很好 他才可能去幫人家嘛 對不對 你有看到那個乞丐去幫助人家嗎 所以你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不好意思 你說看我們師尊看起來很福泰是不是 沒有福氣的樣子 也不可能說看我去當那個 也不太對嘛 一點衰一下那這樣不行了 他是用他的白話大家聽得懂嗎 不是因為我們是比較粗一點 我們就比較外人 沒有辦法 我們直接用外在一起 旁邊的美女都不敢講話 你們要點頭啊 你們聽懂了對不對 他的意思就是說 師尊給人家感覺好像 喔怎麼鏡子這麼多 而且他的整個面相有沒有 非常有福氣 然後紅光那個 對 那龍光煩花的 龍光泛花 哈哈哈哈 你看起來他就是 就是 你覺得依靠他追隨他對不對 你也會跟著對不對 我覺得心情會比較好 而且那個時候講句不好聽的話 就哎 比較踏實 比較 比較安定的那種感覺 對 對不對 所以他一直在用很多的方式 來告訴你們 你們的相信是正確的 你看這個 政策中的法會 那法會就有法生書設立出來 對不對 那麼做個地藏法會 有法生設立出來 那麼 點燈還有燈花設立出來 像這種這個感應太多了 太多了 光這個也可以證明嘛 因為我們講說設立他就是本覺自信 法生他任應自由出生的東西嘛 他可以以任何形態出現 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連生佛佛他的功德的展現嘛 又度生的 度眾生的功德的一個展現這樣 好 而且我跟你講那個心情會 越來越開闊 越來越開闊 對不對 所以真的是再一次的恭喜各位啊 恭喜觀眾啊 好棒